在我身后就是我在珠海入住的一间酒店 稍后我们在北山附近 会吃点好有趣的蛋糕 会吃点糖和式的拉面 晚上还会去吃宵夜 我们出发 来到北山大院不用怕荡室路 街边总有指示牌带你上去的地方 再不是去北山游客服务中心问下 拿地图看看都行 除了本地传统粉面小食之外 周围都见到各地方的菜式 有日式 美式 港式 粤式 意式 泰式 台式 等等 真是搞到我不懂了 走走走 见拉面店招牌写糖和式 糖和式 什么东东来的 就进去八卦一下 见到师傅即场拉面煮面 问过这里的侍应 原来糖和式 是中式面加日式的猪骨汤 哦 中日混合 好 就试试合不合 这间店主要有四款的味道 包括在我面前的这款 肉云 这款拉面 这款是最传统的 猪骨的拉面 根据店员所说 他说大约 这款的汤底 就是熬大约九个小时 而里面用什么去熬製呢 猪头 猪手 骨骨 和鸡脚 去熬製而成的 而这款的拉面 除了汤底白奶白色之余 你会见到 还有一些叉烧 还有糖心蛋 粟米 木耳丝 和一块纸菜 刚才亦都和大家说 这里有 四款拉面 除了这款叫肉云之外 还有一款 在我面前 黑色的这款 叫麦云 麦云这款 就是放了一些 墨鱼汁 在里面 还有一款叫燕云 就是一些自家製的辣椒 还有一款拉面 叫番云 番云 顾名思义 当然是番茄 就是番茄牛肉的 酱 都是自家製的 酱料 就放在拉面那里 而这四款拉面 汤底 都是一样的 除了 汤底 日式之余 刚才说的中式麵食 中式麵食 这里也分了四款的麵食 包括这里有 粗四角 细四角 粗圆面 扁平面 根据店员所说 扁平面 最是 比较 软身 和细四角 根据店员所说 就会比较软 适中 粗四角 和粗圆面 会比较 硬身 刚才根据店员所说 因为这里的麵 基本上是全部人手 去拉 所以如果是一些 小朋友 或者是长者 来到 希望吃得比较 软身一些 或者是幼身一些 的话 师傅都可以拉到 更加幼小 这样的 那我们试一下 这款的 肉云 这款 这个汤 就是比较 奶白色的汤 那我们试试味道 这个汤呢 那个猪肉的香味 猪骨的香味 是出色 而且你夹起 这个汤非常之浓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夹起面上 它完全 是那个汤 面是掛了 汤汁在上面的 而且你看到 现在这一款面 就是比较 全部都是很幼身 是啦 那我们试试 看到了 果然是软硬色中 而且你能吃到 每一口 你都能够可以 沾上到 每一滴的 猪骨的汤 那猪骨汤 我形容为 它是猪骨的精华所在 这个 糖心蛋 夹给大家看一下 糖心蛋 这个糖心蛋 真的 是糖心的 它的蛋黄呢 真的不是凝固的 但是像这些 啫喱状 那样的 试试它 糖心蛋 怎样 嗯 这个酱油味很香 也都带点甜 那我们一锅叉烧呢 就不像可以日式叉烧 那样 老熟 那样的 这款是猪腩片 但是呢 你看看的样子 是 师傅 轻轻 就是 轻轻的 烧过的 那我们试试它的味道了 嗯 一点都不觉得油膩 嗯 这个肉很爽 它很爽 真的很爽 它爽得来 又不韧 最重要的是 能够吃到有火脂的味道 另外除了这款肉蕊之外 试试这款 啊 麦蕊的拉面 刚才试白色 那样 今次试黑色 黑色的拉面 我自己香港呢 我都 没见过 也都没吃过 所以就试一下,夹起来那一刻 你们不跟别人说,以为你真的好像在吃麦汁意大利粉那样 真的以为是这样的 而里面的材料其实跟刚才那款肉云差不多 只不过是多了木鱼花在上面 同样也是有黑色的糖心蛋 还会看到一些有芽菜 飞鱼籽在上面 其实还有芝麻 和这一块,你不跟别人说是猪肉 都不知是什么肉的猪肉 都是黑色的 嗯 真的味道果然截然不同 其实这个黑色这款比白色更加浓味 但是也成不出什么麦鱼汁 蜜汁的味道可能是颜色上面的分别 现在面了 可能这次选了关于粗圆面的关系 吃起来跟刚才幼身那款更加有召径 能够多些是会吃到面粉的一些香味 还有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很少可 拉面里面是会落飞鱼籽在里面的 这一块的紫菜和香港有很大分别 这里的紫菜很厚 看到里面是双层的紫菜 因为香港通常都是单层紫菜 这里里面是加了一些芝麻 脆脆的里面是炸了的 嗯 或者没浸之前吃了那种很脆的 爽口 即使浸淋了也好 也很有质感 还有这里的一些小食就是天婦萝 这款天婦萝里面的材料 就有两只虾之外 两只虾之外 还有一些番薯 矮瓜 还有根据店员所说的一些云南的小瓜 另外还有这款炸莲藕在里面 尤其是虾先蘸一下汁 里面的炸品就比较薄 但是呢 跟天婦萝来说 还是有一段的距离 就是另外一款 我自己都很喜欢吃的 是炸的番薯 炸番薯应该是软軟的 果然很软軟 还有呢 番薯应该要有的甜味 它全部没有在里面 因为我最怕有些人吃炸番薯 炸得不够新的话 就会很硬 就像柴皮 但这个呢 嗯 你仍然是很软的感觉 天气这么热之下 北山大院里面已经见到很多游客 还有不少旅行团来观光 我就和他们一样在大街小巷里面游走 走了7分钟之后 终于找到这间店了 他们在大众点评里面 都有很高评分 进去店铺不是很大 牆上挂上老板兼蛋糕师傅以前的相片 咦 这个那么像以前法国足球员斯丹来的 见到多款饼吃和蛋糕 和老板聊天的时候 咦 看下个冬鬼 这些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好有趣的蛋糕 看起来好想吃 好吸引 但又不想弄坏他们 怎算好呢 我们的第二集就来到这一间 我看到一些蛋糕 漂亮得我都不舍得去吃 首先呢 讲蛋糕之前 这间店铺有个红字 所以就介绍了这一杯饮品 这杯饮品就叫做招牌小红摇摇杯 老板每一杯都是即叫 也即做的 里面其实呢 你看到整杯都是淡的粉红色 还会看到有一粒粒的果肉在里面 那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火龙果加芒果 还有咸奶盖 那例如 还有这个 这个这么有趣 有个红仔 红仔头 贯设这间店铺的名字 有个红字 所以其实这个红仔头 就是混泥那味的泡芙 来的 试试这一杯的饮品 嗯 嗯 喝下去非常之有滑 一拙 就吃到一口一口的芒果肉 火龙果肉呢 基本上吃不到 但是芒果肉呢 好香甜 但是你吃到那种芒果肉呢 它是不酸的 是香甜 带点蜜香的味道 那你说咸奶盖 其实你又觉得古不古怪 我又觉得不古怪 因为呢 因为你喝下去那一刻 是很smooth 很软滑 很柔软的感觉 那再试这个红仔头 它这么可爱 我都不知道怎么摸它吃好 那我就拔开它出来 拔开它 然后撕开它 哎呀 那其实里面呢 原来的泡芙里面 还有些 奶油在里面 原来里面很足料 那就试试了 嗯 它这个浑点蜜味的奶油呢 打得很幼滑 但是它幼滑之余呢 都挺身的 喝到一口 这杯小红饮品呢 你觉得呢 完全是很夹味 因为呢 刚才那个泡芙里面的奶油的滑 再加上这杯里面的幼滑呢 滑上加滑 那我面前呢 还有呢 两款的蛋糕 左手边这款呢 就是叫小豚鱼蛋糕 那你看到的样子呢 哈哈 好可爱啊 那呢 其实基本上呢 小豚鱼 就是我们所说的鸡泡鱼 这样的样子 夹着一些椰子的奶油 还有芒果 还有鳳梨 还有白香果在里面 所以里面呢 还要看到一些 一些果肉啊 一些果醬 那样 试试什么味道 嗯 嗯 比我想象之中呢 是不太甜 因为呢 它吃起来呢 是带一些微酸的味道 试试里面的果酱 嗯 果酱呢 很适合嫌嫌下日吃啊 因为呢 都是有一些酸酸的 嗯 我一面蛋糕 所以呢 吃起来呢 都有轻飘飘 松泡泡 那种感觉的 好了 那做另外一款了 还有一些可可 另外呢 就是有些 一些梅酒在里面的 那所以呢 我觉得呢 吃起来呢 不知道有没有 酒香的味道了 那其实我试试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样子 里面的内馅呢 就是这样的 因为里面呢 里面呢 有很多梅肉啊 梅醬在里面 所以呢 里面呢 是非常之足料 那我们试试它 有什么味道了 嗯 比刚才那个呢 是实在一点 而且呢 甜味也是比较重一点 因为栗子的味道呢 其实喜欢吃的人 是因人而疑的 因为有些人觉得 栗子能够很油腻 很肥腻 但我觉得呢 这个呢 不算太油腻 还有呢 那些梅香的味道 和栗子的味道呢 都挺相够 但是呢 我自己觉得 里面有些少少 乱酒的味道呢 是提升了 那种梅香的味道 很够味 吃这个呢 很有秋天的感觉 因为秋天呢 吃栗子嘛 最后一款 就是吃这个 都很似曾熟悉的牛角包 但是 这里的名字呢 叫做杏仁可重 其实可重 就是这里的译法 其实 和我们的 在香港吃的牛角包 是一样的 但是这里的牛角包呢 这一款呢 是会有少少少 杏仁片 在上面的 撕开给大家看呢 你会看到里面呢 是有一层层的酥皮 但是呢 它做法呢 就不像香港那些酥皮 那么松泡泡的 你看到这个样子 好像是比较实在一点 就试试它了 嗯 真的在吃着一个包的感觉 而不是里面呢 吃到呢 吃着一口风 很实在 而且呢 面上多了杏仁之后呢 不是单单 只有牛角包的味道 因为有些人 吃牛角包呢 很油腻 很肥腻 但是这个不太上手呢 是不油腻的 可能是晚间的天气比较凉一点 街坊都出来走一下 休息一下 还看到跳广场舞 要知道当地的饮食文化 吃宵夜是最能感受到的 所以我想大众点评查一下 一找就找到这间 在当地非常火热 于是就走去北山华发商都站 搭巴士201 搭三个站之后 就到前山站下车 本来想踩下单车的 谁知道那么极也支付不到 所以就由巴士站向后走 过马路转左手面 行武远 见第一个街口转右手面就到 未入铺已经见到 食客多到坐在铺外面 非常热闹 店员在铺外煎芋头糕 饺子 还有茶果 煎堆 微豆糕 咸水果 另外一串串放在滚汤里面 煮一下煮一下 还有滷水鸡脚 鸡翅 即使是炭烧鸡 你见到烧肉 就知道皮有多脆 说明叫粥当 当然有做腸粉 入铺同样多人 见到那么多款式 真的不知道吃哪款好 咦 见到煮粥煮得很漂亮 对 说明是粥当 没理由不吃粥 一如先吃煮椰粥 这间店顾名思义 叫粥当 粥当 当然是来吃粥 也是来吃椰粥 刚才我们看楼下 哇 场面非常热闹 非常多人 这间店铺 看我们的餐牌 总共有90碗粥 90碗粥里面有水蟹粥 有蠔粥 甚至有一些 就比较传统一点的 例如柴鱼花生粥 咸猪骨粥 都有的 在我们面前有两款 这一款 就叫做 鱼片鲜蠔粥 那里面 我搞一下里面 很多鱼片 非常之足料 我来看看 这些鱼片 煮得没有散 另外 那些豪仔 哈哈 都很足料 都很多豪仔里面 吃粥 当然要试它的粥底先 煮得非常绵滑 粥里面 其实呢 煮得是爆花的 那试试它的 这么完整的鱼片 鱼片 试试 吃鱼片粥 我最怕是有些小骨 因为你吃粥的时候 它很绵滑 那条小骨 始终也没有那么过瘾 但是呢 这里的鱼片 是完全是没有骨 而且这里的鱼片 是用生鱼片 不是用鱼鱼的 另外就试试一下 这里的 豪仔 虽然是小一点 但是呢 都能够吃到有鲜味 你看 挺鲜味 嗯 但我真的很欣赏它的粥底 真的煮得很绵滑 另外再试第二款粥了 哇 整只虾在这里 那这款粥呢 就叫海鲜 干瑶柱粥 那里面呢 那里面呢 粥的颜色呢 那这款呢 就是白色 因为它是鱼片 那这个呢 因为它是虾的关系 所以这款粥呢 是带点粉红色的 而它呢 煮得呢 是一样那么绵滑 甚至是稠变的 一吹起呢 已经叫到很多干贝仔 在里面 那当然 吃一只虾 是不是 啊 真的 我没有想过 吃宵夜 都可以吃到一只 啊 那么大只虾的 啊 我去试一下 先试一下它 嗯 哇 它的粥呢 跟刚才那款比较 来说呢 刚才那款呢 就比较淡一点 这款呢 因为可能下了干饶柱 那些元贝仔的关系呢 吃到呢 好咸香 带点那些海味的咸香的味道 看下这个蒜了 它的虾了 嗯 好新鲜 嗯 蝦味呢 好够 嗯 不是一些呢 不新鲜的虾 试试它的虾肉 看看爽不爽 好咸香 仍然 仍然 还咕入到虾的鲜甜的味道 但是呢 因为呢 可能它煮粥的关系呢 煮得呢 就老了一些 有少少韧 粥底里面 完全 除了有原背的香味之外呢 就滲入了 有 虾的香味 虾的鲜味 吃粥之外 肯定是有它的最好的拍档 腸粉 这一间的店 总共是有18种的 腸粉 18款腸粉来说呢 我选了这里 比较特别一点的两款 一款呢 就是羊肉腸粉 另一款呢 叫雜腸粉 那这里的腸粉呢 就不是我们 建开的那些叫做 布拉腸 这种腸粉呢 都是一些 刮刮腸来的 刮刮腸呢 试试 它那些 究竟啊 和布拉腸呢 有多大的分别了 这就配合一些 我也很少吃的 我从来都没见过的 可以配羊肉的 试试羊肉先 都挺硬的 可能呢 它不同牛肉 它有些 召勁 但是呢 羊的酥味呢 没有什么 有少少羊肉味 那我试试它的 腸粉 看它有多大 它这种呢 就不像布拉腸 布拉腸呢 就广球滑 这一种呢 它广球比较实身一点 弹牙一点 到试另外一款呢 贪心的小朋友 好像我这些呢 就会想试试 什么叫雜腸粉 那雜腸粉呢 根据这间店的负责人说过呢 原来呢 它里面是混合了 有三款的材料 包括有 有蝦仁 另外呢 还有牛肉 还有呢 另外呢 还有叉烧的 那么呢 根据这里的负责人说呢 如果呢 这里的配料呢 是哪一款没有的话呢 它呢 就会加些其他的材料 在里面的 一碟腸粉 能够满足到三种愿望 三种材料 你说我不是多贪心呢 那就试试吧 看看味道上有什么分别 我呢 很贪心的 看 三种材料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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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是否有趣 嗯 真的很复杂 又有虾的味道 又有叉烧那种油脂的香 还有呢 牛肉 看 有点韧 但是呢 会越召越香的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